第1421章挑战前十 最左边的三个站台 并非一、二、三的排列 而是并列第一 也就是说 三个站台都是第一 并列第一的三个站台上面 站着的三个青年 有着同样的修为 同样的古灵 三个并排的第一站台之后 名次就直接跳到了第四 第四之后 就是第五、第六、第七 正常的延伸下去 我在501号站台 妮妮则是502号站台 云青年目光扫下去 最终在501号站台 发现了她的位置 我的排名 居然在妮妮之前 云青年颇有些意外 不过想想也正常 预选赛的时候 妮妮的战绩最惊人 连胜十场挑战的对象 都是站定排名最强的十人 妮妮现在的排名 比云青年第一名 是因为云青年正面击败过妮妮 换句话来说 无论妮妮战绩多惊人 云青年的实力都在妮妮之上 风雪雨的站定排名 竟然只是489名 云青年扫到风雪雨排名的时候 眼中也闪过了意外之色 毕竟 根据江若仙的说法 风雪雨是唯一一个 会威胁到云青年的人 恩 好浓烈的战役 云青年眉宇一挑 他看向风雪雨时 对方也看向了他 云青年在风雪雨身上 感觉到了澎湃的战役 以及少许的敌意 期待于你一战 云青年的耳边 突然想起了风雪雨的传音 云青年有些无语 他跟风雪雨 明明是第一次相见 但对方却把他是为了对手 用屁股想都知道 江若仙一定在风雪雨身上 灌输了什么观念 云青年没有回答 而是看着风雪雨淡笑了一下 恩 云青年淡笑才刚落下 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三道敌意 秦云 欧阳靖 周星云 云青年微微转头 看向了最左边的三个站台 这一刻 云青年清楚地捕捉到 秦云三人看向他的目光 闪过了盎然的冷意 云青年先是觉得莫名其妙 而后又看向风雪雨 闪过了若有所思之色 公子 总决赛举行在即 若没有其他事情 可以去站台上面了 望神通在云青年身后说道 包括秦云等人在内 都是来到天舞台 就到了各自的站台上面 云青年没理由摆谱 要等到比赛开始后才上去 云青年微微点头 身子一个雀跃 飞到了站台上面 你认识风雪雨 云青年刚到站台 他旁边的502站台的妮妮便开口问道 不认识 云青年如实说道 哦 妮妮淡淡点头 可从神情来看 似乎并不相信云青年的话 也难怪妮妮不信 他刚才可是清楚捕捉到 云青年对着风雪雨露出淡笑 只不过风雪雨 不仅不怎么搭理云青年 隐隐地 还有些敌是云青年 这几天 我一直在调查主要参赛者的资料 秦云 欧阳靖 周星云三人 都是风雪雨的追求者 妮妮突然又说道 很显然 秦云三人对云青年的敌意 也被妮妮看入了眼中 风雪雨是个人物 不在你之下 至于其他人 云青年并未把话说完 忘了的时候 微微摇了摇头 你对风雪雨评价这么高 妮妮眼中闪过震惊 因为广涵先遇第一人的弟子 这层身份 妮妮对风雪雨做过专门的调查 秋为上 风雪雨只是玄仙巅峰 江若仙的弟子 你觉得会简单吗 云青年悠悠的反问道 妮妮强大 是因为她有底牌 有着天大的奇遇 所以 妮妮能以大罗金仙巅峰的修为 就抗衡普通的天仙 也因为这个奇遇 妮妮很多时候看人 会带着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姿态 就拿风雪雨来说 妮妮虽然觉得她不简单 但绝不会将风雪雨 与自身相提并论 在妮妮看来 她虽然差了风雪雨一个大境界 但她却有着风雪雨所没有的底牌 这个底牌 足以让她弥补 与风雪雨境界上的差距 甚至在弥补的同时 还能让她各方面超越风雪雨 可现在 云青年一句话 就说得她哑口无言 江若仙的弟子 你觉得会简单吗 江若仙 广含仙玉第一人 相传持遥女帝是她好友 她踏入天仙境时 持遥女帝曾派人祝贺 另外还有一个八卦说 她跟云帝之间 有过一段过去 这些传闻 八卦 都让江若仙变得愈加深不可测 不出意外 风雪雨挑战的目标 会是战略第一的秦云三人 等轮到风雪雨挑战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她的实力了 云青年知道妮妮很难相信 不由又说道 我很期待 妮妮看向云青年道 她所言不虚 是真的很期待 毕竟 云青年给了风雪雨这么高的评价 随着参赛学员全部到齐 负责主持的裁判到来后 比赛终于开始举行 与玉选赛一样 最终的排名战 也是从最后一名开始挑战 云青年跟妮妮 是玉选赛的第一名 第二名 排名在他们之后的学员 自然不敢挑战他们 因此 轮到他们之前 都没有一个学员敢挑战他们 转眼 便是一天一夜过去 从最后的550名 终于接连轮到了502名的妮妮 终于到我了 妮妮心里嘀咕了一声 身影一把月到了天舞台的中心 我选择挑战第10名的维红林 妮妮说话的时候 目光看向了第10号站台的一个青年 围观的观众 听到妮妮的挑战对象后 直接哗然了 502号到10号 足足横跨了500多名 这个跨度也特大了吧 妮妮哪来的自信 敢横跨这么多名 去挑战一个排名前10的高手 维红林 她挑战目标居然是维红林 维红林可是五中先玉 近千年下来最优秀的天才 年龄虽然不到百岁 但已经拥有第先八阶的修为 妮妮虽然在预选赛时大放光彩 但也只是矮个中的高个 她是哪来的勇气 敢挑战维红林这尊巨人 第1422章轮到云青年 不只是围观的人群不解 就连云青年眼中都闪过了意外之色 这是最终的总决赛 而非欲选赛 一下子就挑战前十 无论胜负对她来说都是有害无益 输了 就算失一次挑战资格 赢了 也会马上引起不必要的敌意 至少第九名 第八名 这些人 都会变得敌视妮妮 在云青年看来 这是没必要的事情 你要挑战我 身为当事人的维红林 是最晚反应过来的一个人 当然 你你想都不想就说道 我不打女人 维红林想都不想就说道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所以 你认输吧 维红林说话的时候 身影还站在站台上面 没有半点下来的意思 认输 你你脸上 出现玩味之色 我若是会认输 还有必要挑战你吗 可你不是我的对手 维红林又说道 没交过手 胜负谁又知道呢 妮妮悠悠的说道 好吧 既然你执意要求 那我便陪你一战 维红林看似一脸无奈的 飞到了天舞台上 你出手吧 我怕我先动手 你会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维红林到天舞台后 开口说道 好 你你没有扭扭捏捏 身影修的一声 变化作光影窜向维红林 轰猛龙 一个照面 妮妮的攻击 就轰在了维红林身上 碰撞产生的硝烟 瞬息间就弥漫了擂台 这硝烟仿佛带着神秘的魔力 在极短的瞬间 屏蔽了擂台中心的画面 唯有云青年的神石 清楚地看到 妮妮动用了神通雪煞 怎么可能 硝烟散去后 天舞场出现的画面 让无数人瞪大了眼睛 维红林嘴角覆雪 右手扣起 伏在左胸上 目光全是骇然地看着妮妮 你 你竟然这么强 维红林又是震惊 又是难以置信道 仅仅一招 妮妮就让她受了重创 强吗 妮妮悠悠说道 只不过声音细微道 只有维红林才听得道 你信不信 我刚才仅仅用了一成还不到的力量 一成还不到 维红林眼中 闪过一道脑溢 她觉得妮妮是故意在羞辱她 怎么 你不信 妮妮声音落下 身影再次冲向维红林 小心了 这次我用了两成力量 空 滚滚浓烟再次冲天而上 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了 除了云青年外 四周所有人的神识 都在短时间内失聪 当浓烟再次散去后 维红林整个人带着多缩地站在地面 妮妮 则在她千米外 一脸淡笑地看着她 现在 你信了吗 妮妮悠悠说道 信 信了维红林说话的时候 不自觉抽了一口冷气 身为五中仙玉的第一天才 维红林济世以来 还是第一次距离死亡这么近 妮妮两成力量的攻击 临近后她 她便感受到了一股致命的气息 在这股气息下 她直接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若非妮妮最后时刻 收住攻击 现在的她 已经化作一具尸体了 我认输 维红林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妮妮都饶她不死了 这一战自然也没必要再进行下去 她可不敢去赌 妮妮接下来还会饶过她 恩 维红林认输了 怎么回事 维红林干嘛要认输 她虽然在交锋中受了一些伤势 但也不至于认输吧 听到维红林认输后 很多人眼中都露出了不解之色 甚至有不少人 开始一想 你们说 这场对决会不会存在猫腻 猫腻 什么意思 维红林故意给妮妮放水吧 这个维红林 天赋 胸围虽然绝世 但在五中先遇 可是有不少花边新闻 你的意思是 维红林看妮妮长得漂亮 所以故意让她 若非如此 维红林怎么可能会输 你们别忘了 维红林可是第先八阶的高手 站定排名前十的存在 而妮妮 预选赛虽然展现了经验的实力 但终究是矮格里的高个 打死我都不信 妮妮拥有战胜 维红林这尊巨人的实力 围观的人群议论一片 就是负责主持总决赛的裁判 天仙巅峰的存在 唯宇都微微皱了皱 连她都在怀疑 维红林故意给妮妮放水 维红林 你应该知道 在天悬之战上作弊 后果有多严重 天仙巅峰的裁判 语气带着冷异地传音给维红林 作弊 裁判的意思是 我故意输给502号码 维红林深吸了一口气 用充满不悦的语气道 天仙巅峰的裁判 眉宇微微一皱 维红林居然敢顶撞她 不过身为裁判 她终究要克制 而且要权衡很多方面 接下来 想必会有不少人挑战妮妮 有没有作弊 很快就知道了 天仙巅峰的裁判 心里嘀咕道 接着 心里又闪过冷意 若是真有猫腻存在 哼 10号妮妮 你是否选择继续挑战 天仙巅峰的裁判 看向妮妮说道 这时候 妮妮如果终止挑战 并不消耗原本属于 她的三次挑战机会 不了 妮妮微微摇头 身影一把跃到了 原本属于维红林的10号站台 这一战 妮妮获胜 站定排名时 维红林排名 跌落至502号 妮妮飞到10号站台后 天仙巅峰的裁判 便宣布了结果 下一场 由501号张艺辰发起挑战 天仙巅峰的裁判 又接着说道 随着张艺辰这个名字 被裁判念出 四周出现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张艺辰是预选赛的第一名 曾当众击败过妮妮 抛开有没有猫腻不说 妮妮第一场 就挑战前十的存在 并且战胜对方 张艺辰这个预选赛的第一人 挑战的对方肯定也弱不到哪里去 还有人微微沉吟道 不排除 张艺辰也会直接挑战前十的对手 嘿嘿 其实通过张艺辰 就能变向正面 妮妮语为 红林一战有没有猫腻了 只要张艺辰挑战前十所有的对手 并且能战胜对方 就说明妮妮也许有问鼎前十的实力 可如果张艺辰输了 嘿嘿 那就说明妮妮与为红林一战 绝对存有猫腻 第1423张一招 胜 在无数双目光的注视下 云青年的身影飞到了天舞台上 我选择挑战500号无名 云青年悠悠地说道 哦 500号 张艺辰仅仅挑战排名高 他一名的对手 围观的人群 听到云青年的挑战目标后 固有都露出了意外之色 连排名低他一名的妮妮 都选择挑战前十的对手 张艺辰却仅仅挑战排名高 他一名的对手 我看过你预选赛时 与人交手的画面 500号无名说话的时候 深云已经从站台飞了下来 我修为与王胜差不多 所以 我不是你的对手 预选赛时 云青年没跟王胜交过手 但云青年与妮妮交过手 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击败了妮妮 而妮妮 也在众目睽睽之下 击败了王胜 换句话来说 修为与王胜差不多的无名 不会是妮妮的对手 不是妮妮的对手 自然也不会是云青年的对手 当然 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 但碍于天玄之战的规则 我还是不得不跟你交手 无名又补充了一句道 天玄之战的规则是可以认输 但不可以不战而降 放心 我不会伤你 云青年声音刚落 一只手掌便化作利刃斩了出来 云青年的速度很快 像是一道光射向无名 好快 无名微微一愣 还未反应过来之际 云青年化作利刃的手中 已经横在了他的脖子前 你输了 云青年淡淡的声音响起 无名的额头 直接冒出了冷汗 如果云青年这一掌没有停下 他现在已经人头落地了 这就剩了 围观的人群 微微傻住 就连天仙巅峰的裁判 都深深看了云青年一眼 以他的眼力 自然看得出 云青年刚才出手的速度 已经快接近天仙了 就是不知道 刚才是不是他的极限速度了 天仙巅峰的裁判 心里嘀咕了一声 接着 裁判就宣布了比赛结果 而后询问云青年是否继续挑战 云青年则摇头 表示暂时不用 云青年不是怕出风头 也不是故意藏着掖着 而是他不喜欢做一些无用功 他现在战胜秦云 欧阳靖 周星云三人也没用 因为比赛才刚开始 他就算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也会络一步绝地接受他人的挑战 还不如先待在排名低的站台上 等所有人挑战次数消耗差不多后 在一股作气横扫前时 才刚对他高看一眼 没想到马上就跌破 我对他的高看了 预选赛出来的 果然没什么含金量 就这样的废物 也配让风雪宇注意他 并列第一的秦云 欧阳靖 周星云三人 眼中都闪过了不屑之色 他们把之前 风雪宇对云青年的战役 以及云青年对风雪宇包一半笑 是为了 风雪宇注意云青年 也因为这样 三人虽然没把云青年放在眼中 却对他出现了敌意 云青年取代500号 并且停止挑战后 便轮到了499号发起挑战 499号挑战了489号的风雪宇 结果 仅仅一招 就败在了风雪宇手中 499号失败后 便到了498号 一转眼 一个时辰过去 终于轮到了489号的风雪宇 云青年 妮妮 以及前十的其他人 顿时都将目光看向了风雪宇 风雪宇一个雀跃 飘逸 纤细的倩影 直接飞到了擂台上面 7号秋龙奎 出来一战 风雪宇语气充满淡漠的说道 什么 风雪宇竟然挑战秋龙奎 人群顿时惊呼一片 7号秋龙奎 广含仙玉最强家族之一的邱家的第一天才 百岁不到 便已经是地先巅峰的存在 放在以往的天旋之战 邱龙奎这样的实力 都有可能问鼎最终的冠军了 监狱第一人的弟子 确实有资格挑战我 只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邱龙奎穿着一袭白衣 身上弥漫着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冷冽之气 随着声音落下 邱龙奎直接顺移到了天舞台中心 空的一声 地先巅峰的气势 直接从邱龙奎身上席卷了出来 天舞台外面的观众 因为阵法的隔绝 虽然不能第一时间 感受到地先巅峰气势的恐怖 但设在天舞台边缘的站台 上面的学员 却全部感受到了这股气势的恐怖 排名前十外的学员 竟然全部被地先巅峰的气势所设 额头后背都固满了冷汗 仅仅从气势来看 你这个地先巅峰不算浪得虚名 风雪宇突然点评的一句 站在风雪宇的角度 他是在夸奖邱龙奎 可邱龙奎文言 唯语却输的一咒 夸奖很多时候 是长辈对晚辈 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时候 才会用到 我没有浪得虚名 不知道你会不会丢你师尊的脸 邱龙奎轻哼一声 整个人携带着地先巅峰的气势 一把冲向了风雪宇 师尊的脸 雪宇可不敢丢 风雪宇轻飘飘地说道 众目奎奎之下 风雪宇探出纤细的手掌 与邱龙奎的攻击撞到了一块 轰 恐怖的冲击波 瞬间涌向四面八方 若非裁判及时出手 升起一道防护罩 护住了站台上的学员 只怕有大批人 会被这股冲击波卷飞 在无数双目光的注视下 邱龙奎身影直接到飞而起 一把砸在了万米外的擂台地面 第一次交手 邱龙奎吃了大亏 好浑后的先灵之力 邱龙奎瞳孔一缩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恩 邱龙奎面色又是一变 体内气血突然出现沸腾 猛地 扑 一口大雪 从他口中喷了出来 怎 怎么可能 邱龙奎面色已经变得煞白 脸上布满了难以置信之色 我 我输了 邱龙奎连嘴角的血迹都没擦拭 便苦笑一声道 什么 邱龙奎那句我输了 就如同深水炸弹 在观战的人群炸开 邱龙奎 第仙巅峰的超级高手 现在竟然输在了 悬仙巅峰的风雪宇手中 第1424章交人战绩 除了云青年 没有半点意外 四周所有人 都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在他们看来 风雪宇的胜利 实在太有为常理了 一个悬仙巅峰的仙人 居然整整跨越一个大境界 击败一个地仙巅峰的存在 尤其是 这个地仙巅峰 还是同级里面少有敌手的邱龙奎 尤其是 风雪宇还是一招击败邱龙奎 守护神的弟子 竟然强到这重地步 站在第四号站台的江家天才 眼中闪过一道亥然 严格来说 风雪宇也算是江家的人 因为他是江家守护神江若仙的弟子 但江家的人 对风雪宇了解却不多 风雪宇与江若仙一样 都不住在江家 除了秦云 欧阳静 周星云外 又出现一尊强敌了 五号站台跟六号站台的英家 周家天才 眼中都闪过了一道凝重 雪宇终于展露他逆天的战斗力了 秦云 欧阳静 周星云三人 都在心里嘀咕道 他们三人 身为风雪宇的爱慕者 自然对风雪宇了解不浅 对手太弱 还看不出风雪宇的深浅 站在十号站台的妮妮 心里嘀咕了一声 在妮妮看来 风雪宇有没有资格 跟他相提并论 还需要通过秦云三人来检验 就在这时 风雪宇突然转头 看向了五百号站台的云青年 他们果然认识 这一次 很多人都看到风雪宇跟云青年的对视 希望你早点有勇气挑战我 风雪宇缓缓开口 声音极为动听 像是古琴弹奏出来的民觉琴声 不急 迟早会碰上的 云青年不嫌不淡的说道 裁判直到这时候 才回过神问道 风雪宇 你是否选择继续一战 风雪宇微微摇头 不了 裁判接着宣布到 489号风雪宇 挑战7号秋龙奎获胜 两人排名兑换 随着风雪宇跟秋龙奎 各自飞到条队换后的站台 488已经飞到了擂台上面 接下来的挑战赛 并没有过多的亮点 很多参赛者都是挑战排名 高次级几个名词的对手 一转眼 两天两夜过去 从最初的550号挑战者 终于轮到了前十发起挑战 10号站台的妮妮 飞到了擂台中心 顿时 四周的目光 全都聚集在了妮妮身上 妮妮还是502号的时候 挑战前十的维红林 虽然获胜 却给所有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超过九成的人 都认为妮妮跟维红林的决斗存在猫腻 因此 很多人都期待妮妮这一次的挑战 在他们看来 妮妮这次挑战 肯定会露出狐狸尾巴 终于又到我了 妮妮淡笑一声 身影飘飘然飞到了擂台中心 10号妮妮 有一个规矩 老夫这个裁判有义务重提一下 妮妮上场后 天仙巅峰的裁判突然开口说道 天旋之战的规矩 是禁止不战而降 换句话来说 你如果挑战排名比你之后的对手 一旦胜了 还需要挑战排名在你之上的对手 才算结束这一轮的挑战 裁判显然也跟大部分人一样 认为妮妮跟维红林一战存在猫腻 所以才会故意提及天旋之战的规则 至于妮妮如果挑战排名在她之后的对手 败了的话 自然算作一轮过去 因为妮妮的排名后退了 妮妮没说什么 只是淡淡点头表示知道了 她的目光 第一时间看向了7号站台的风雪宇 此周人群不由一阵意外 莫非妮妮要挑战的对手是风雪宇 这可不是明智的做法 风雪宇一招秒败地先巅峰秋龙奎 说明她的战斗力至少也是无限于接近天仙境 换句话来说 风雪宇在参赛者里面 已经是仅次于秦云 欧阳靖 周星云的存在 我要是妮妮 肯定挑战第九号站台 相对于前十的其他人来说 第九号站台的实力明显是最弱的一个 不只是围观人群这么以为 风雪宇都觉得妮妮要挑战她 只不过 就在风雪宇即将从站台飞下来的时候 妮妮突然开口了 我挑战五号站台殷势黎 人群再次哗然 殷势黎 她要挑战的对象 居然是站定排名第五的殷势黎 你要挑战我 五号站台的殷势黎 摸了摸鼻子道 当然 妮妮点头 妮很有勇气 殷势黎声音刚落 身影便顺移出现到了天舞台中心 小心了 我可不会像维红林 会给你放水 殷势黎才刚出手 便卷起恐怖的杀招 封向了妮妮 妮妮动作也很利索 纤细的预长迎向了殷势黎 砰砰砰砰 众目睽睽之下 妮妮赫然与殷势黎正面站到了一块 随着两人交手变得 越来越猛烈 被台卷起了浓烈的硝烟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围观人群的神石 突然被屏蔽了 一下子失去了 妮妮跟殷势黎的踪迹 天仙巅峰的裁判 目光微微一凝 他似乎很好奇 硝烟里面发生什么事 突然用天仙法则 画画一阵飓风 用来吹散 类台上的硝烟 裁判出手的速度 已经够快了 距离硝烟行程 连一个呼吸的时间都不到 可随着硝烟散去 人群全部都傻眼了 因 因是离 昏迷了 这才一个呼吸都不到的时间 因是离就昏迷了 焦烟升起后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想起来了 预选赛的时候 妮妮只要遇到几手的对手 这个对手就会莫名其妙的昏迷 好像是这样 我记得预选赛 占定第一人王胜 还是活活被妮妮吓昏过去的 看着天舞台上 昏迷在妮妮身前的 因是离 人群响起了漫天的震惊声 就得一声 裁判用最快的速度 飞到了因是离面前 紧来 裁判心念一动 移到天仙法则 窜入了因是离的体内 因是离这才从昏迷的状态中 昏沉沉地醒来 因是离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裁判开门见山地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因是离脸上浮现思索之色 接着 因是离似乎意识到什么 直接面色大变 第1425章接连拒绝 因是离直接面色大变 因为他发现自己丧失了 昏迷前的记忆 也就是说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是如何昏迷的 而自己都不知道 往往也是最可怕的 裁判 我 我忘记刚才的事情了 因是离支支吾吾地说道 忘记了 天仙巅峰的裁判 皱着眉宇看着因是离 脑海 也不知在想着什么 裁判 我真的忘记了 你若是不信 我可以立天道誓言为证 因是离有些紧张 又有些激动 当着裁判的面 立下了一个天道誓言 因是离是担心 裁判怀疑他给妮妮放水 唯红林输给妮妮 是 真的不敌妮妮 因是离心里嘀咕了一声 见因是离立下天道誓言 裁判撤销了对因是离的怀疑 可他心里却变得愈发疑惑 妮妮 究竟使了什么手段 能接连战胜为红林跟因是离 这两尊前十的学员 10号妮妮 战胜5号因是离 两人排名兑换 裁判虽然疑惑 但还是第一时间 宣布了比赛结果 接着 他又看向了妮妮 妮妮 你是否继续挑战 不用了 妮妮摇头拒绝 身影飞到了5号站台上面 4号的江家天才 以及6号的周家天才 目光都凝重地看了妮妮一眼 人以为这一届天旋之战的劲敌 只有秦云三人 没想到一连冒出了妮妮 风雪与这两头黑马 另外 心里想到另外的时候 江家天才跟周家天才 都看向了500号站台的云青年 这个张艺辰 曾在预选赛时击败过妮妮 不排除他真有不亚于妮妮的实力 接下来 就轮到了9号挑战 9号参赛者很保守 选择挑战的目标 是站定排名高他一名的8号 只不过 他选择虽然保守 但还是败在了8号站台之下 天学学院排出来的 虽然都只是站定排名 但也是根据各个参赛者的综合实力排定 只要不出现风雪与妮妮这样的黑马 这个排名 还是能作为最终的排名 因此9号参赛者败在8号参赛者手中 并未引起其他的意外 9号过后 变到了8号参赛者 正常情况下 8号对手要挑战的对手 也会是高他一名的7号 不过现在 7号是黑马风雪与 有着一招击败地先巅峰的修为 8号不过是地先八阶的修为 自然不敢挑战风雪与 无奈之下 他只能硬着头皮 挑战了6号的周家天才 周家天才 似乎早就料到对方会挑战他 身影第一时间飞到了天舞台中心 你天赋 修为 都很不错 可惜 你终究不是我的对手 周家天才看着8号对手说道 不得不战 8号天才苦笑一声道 境界上 差了周天天才一接 自然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但碍于天玄之战的规矩 哪怕明知不敌 他也得硬着头皮挑战 周兄 还请你手下留情 8号挑战者苦笑一声 携带着浩浩荡荡的地先气势 席卷向了周家天才 周家天才第一时间赢了上去 砰砰砰砰 一个照面 二人便站到了一块 恐怖的冲击波 卷起漫天尘烟 冲向了天际 冲向了四面八方 不过他们二人的对决虽然激烈 却不会屏蔽围观人群的神识 哪怕是真仙级别的观战者 都能清楚地用神识捕捉到二人的战斗 半课中后 8号参赛者 被周家天才一掌轰飞出去 嘴角溢出了血迹 多谢周兄手下留情 8号参赛者连忙作医说道 客气了 周家天才摆了白手 很显然 他们是老相识 所以周家天才才会给对方这么体面的败仗 正常情况下 以周家天才的修为 足以一秒秒败 乃至秒杀对方 但周家天才 却陪8号参赛者打了半课钟后 才击败对方 而且击败对方时 并未动用过多力量 仅仅只是让对方受了轻微的皮肉伤 裁判 我输了 8号参赛者 又看向天仙巅峰的裁判道 裁判微微点头 当即便宣布 这一战 6号周展赤胜 二人排名不变 8号挑战者丧失一次挑战资格 下一战 7号风雪宇 随着裁判声音落下 风雪宇绝美的身姿 飞到了擂台中心 众目睽睽之下 风雪宇的目光 直接落到了500号云青年身上 身上 弥漫着盎然的战役 这让很多人奇怪 乃至不解 风雪宇竟然对张艺诚这般感兴趣 对其展露了澎湃的战役 莫非在风雪宇眼中 张艺诚是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存在 还以为风雪宇会挑战妮妮 或者并列第一的秦云 欧阳靖 周星云三人 人群沸腾一片的时候 风雪宇悠悠的声音响了起来 愿意一战吗 恩 什么意思 风雪宇这是在询问吗 正常情况下 风雪宇只要点名 要张艺诚下来一战 那么张艺诚哪怕再不愿意 也不得不出战 可风雪宇现在 却是用征求的口吻 在无数双目光的注视下 云青年微微摇了摇头 现在就战 太早了 云青年这个回答 让不少人吃笑出来 很明显 他们都觉得云青年胆怯了 怕了风雪宇 但却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现在战太早了 说得好像 晚点他敢应战风雪宇似的 可让众人意外的是 风雪宇很吃云青年这一套 他相信了云青年的说辞 并且一脸认真地点点头 也是 那就稍晚再战 风雪宇把目光 从云青年身上移了回来 落到了妮妮身上 你呢 是现在 还是延后 张艺诚选择了延后 我不太好特立独行 不如 也延后吧 妮妮微微沉吟道 好 风雪宇再次点头 江盛元 你出战吧 风雪宇的目光 落到了四号站台的江家天才身上 现在就挑战我 会不会太早了 江家天才苦笑一声道 他们都来自江家 哪怕最终对上 也不应该是现在 风雪宇却摇了摇头 执意要江家天才下场 第1426章云青年战前时 风雪宇会同意云青年跟妮妮 延后再战的要求 是因为风雪宇觉得 他们三人 应该在伯仲之间 就算相互兼有差距 也是属于忽略不计的差距 这种情况下 他们三人的对决 放到最后 确实是恰当的做法 但江盛元不一样 风雪宇从始至终 就没有把江盛元放在眼中 对风雪宇来说 现在击败江盛元 与最后再击败江盛元 不存在任何区别 风雪宇 我们都是江家子嗣 现在就对上 难免会让外人鱼翁得利 江盛元还想劝说风雪宇 鱼翁得利 风雪宇微微摇头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江盛元眉宇一皱 为官的人群 则都出现好笑之色 风雪宇这话 无异于当众朝江盛元打脸 哪怕是傻子 都听得出风雪宇话里的前台词 怎样的情况下 不会出现被人鱼翁得利的情况 自然是一方面压令一番的情况下 风雪宇话里的意思 就是没把江盛元放在眼中 好 你既然执意要战 那我便陪你一战 地先巅峰的江盛元 面色一阵青红变化 身影缩的一声 飞到了擂台上面 你们觉得 江盛元会不会是风雪宇的对手 肯定不会 风雪宇一招击败的秋龙奎 与江盛元一样 都是地先巅峰的修为 秋龙奎接不住风雪宇一招 江盛元自然也不会例外 这可未必 马上就有人反驳 秋为上 江盛元虽然跟秋龙奎一样 都是地先巅峰的修为 但你们别忘了 江盛元来自江家 广含仙玉第一家族的江家 江盛元绝不止表面这么简单 依我看 江盛元就算不是风雪宇的对手 也不至于一招就败在风雪山手中 人群议论纷纷的时候 江盛元出手了 恐怖的地先巅峰的威压 从他身上席卷出来 呼呼呼 像是暴躁的飓风 猪的 羞羞羞羞羞 擂台上面 突然一次性出现了 数百道江盛元的身影 有些是虚影 有些是分身 全部汇聚一块 给人一种极大的心理压力 猛的 数百道江盛元 全部攻向了风雪雨 轰轰轰轰 天舞场瞬间 就出现了恐怖的爆破 无数硝烟烈火弥漫 哪怕有阵法护着 天舞台还是出现了剧烈的晃动 像是数十级的地震降临一般 浩强 无数人惊呼 他们都被江盛元展露出来的实力吓到了 甚至并列第一的秦云 欧阳静 周星云三人 都深看了江盛元一眼 战斗力而言 江盛元已经无限于接近天仙境了 江盛元也算是一尊人物 可惜他现在遇到的对手是雪雨 面对雪雨 仅仅是无限于接近天仙境的实力可不够 秦云 欧阳静 周星云三人依次说道 也就在这时 被台上不觉如履的抨击声 突然停了下来 无数神识的注目下 风雪雨缓缓伸出一只心细的手掌 在没有任何抨击声的情况下 直接落到了江盛元身上 这是风雪雨出的第一招 但也是唯一的一招 因为江盛元一个照面 就被这一掌拍飞了出去 直到江盛元触地 震耳欲聋的爆破声才响了起来 轰猛龙 天舞台方圆万米内的擂台 全部塌裂 被轰出了一口巨洞 一招 竟然也是一招 无数人惊呼 目光全是震惊地看着剧洞里面 已经吐血负伤的江盛元 不愧是守护神的弟子 我 出了 江盛元脸上全是苦涩地说道 很快 裁判就宣布了结果 7号风雪雨 有了新的站台 4号 江盛元则从第四名 跌落到了第七名 一轮终于要结束了 真正的好戏 终于要上次了 并且第一的秦云 欧阳靖 周星云三人 究竟谁会先战 他们三人 新的排名又是怎样 轮到并列第一的三人的挑战后 人群出现了巨大的骚动 毫不夸张地说 四周上千万观众 有一半以上的人 是特地来看秦云 欧阳靖 周星云三人交手的 甚至不仅现场的观众期待 就是整个宁城的人 乃至整个广寒先遇的人 都在期待 他们三人的一战 他们三人 谁会是第一 谁又是第二 谁会是最差的 第三 裁判 我们申请轮空 无数人都在期待的时候 秦云 欧阳靖 周星云突然开口了 排名挑战赛 没人都要三次机会 这才第一轮下来 我们会战 但不是现在 三轮之后 我们三人 会当着所有人的面 分出一个胜负 秦云 欧阳靖 周星云三人相继说道 准了 裁判微微沉吟后说道 这就不打了 四周人群 无不露出失望之色 秦云三人轮空后 接下来又轮到了 550号开始挑战 转眼 半天过去 终于轮到了500号的 云青年第二次挑战了 不过云青年虽然是第二次挑战 但他三次挑战的资格 一次都没有动用 妮妮跟风雪雨 这两只黑马 一个进入前五 一个进入前四 预选赛排名 还在妮妮之上的张艺辰 这次能进入前十吗 就是不知道 张艺辰敢不敢挑战前十的对手了 人群议论纷纷的时候 站在500号站台上的云青年 身影师诗然飞到了擂台中心 云青年的目光 第一时间落到了 6号站台的周家天才身上 就你了 云青年悠悠说道 恩 6号站台的周家天才 唯语微微皱了皱 云青年的目光 口气 都让他觉得不选 好像在挑中猎物一般 而他 就是被云青年挑中的猎物 还以为你会继续隐忍 风雪雨看向云青年 亲戚被耻到 他不是隐忍 而是无所谓暂时的排名 风雪雨旁边站台的妮妮 突然开口说道 第三轮还没到 现在什么排名都不重要 500名也好 前5名也罢 不存在实质的区别 第1427张博你面子 6号周家天才 第一时间飞到了擂台中心 听说你预选赛的排名 还在妮妮之上 周家天才悠悠地看着云青年道 确实如此 云青年微微点头 妮妮接连战胜为红明跟音士 离这两尊前十高手 你预选赛在他之上 实力是不是也在他之上 周家天才又说道 较量过一场 侥幸赢了一两招 云青年耸了耸肩道 是侥幸赢了 还是有什么内幕 周家天才又说道 与其已经出现了争锋相对 内幕 你想要什么内幕 云青年悠悠地说道 这个还要等战过才知道 周家天才冷哼一声 突然携带着地先巅峰的气势 一股脑攻向了云青年 云青年微微摇头 他跟周家天才 明明是第一次会面 往日无仇近日无冤 但他却在莫名地针对自己 空空空 周家天才的攻击 还没落在云青年身上 真空便出现了不觉如履的音爆声 围观的人群 无不为云青年捏一把冷汗 仅仅气势来看 云青年若周家天才太多太多了 华尔布什 云青年略带叹息的声音响起 云青年的身影 树的掠出 化作光影 穿过层层冲击波 一下子便出现到了周家天才面前 我若是你 只会将所有力量汇聚到一个点 再给对手致命一击 华尔布什的攻击 不仅力量太过分散 也无数给对手造成伤害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你太轻敌了 云青年声音刚落 周家天才的身子 变向后倒飞而去 空猛龙一声 砸落到了地面 云青年心里 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 当然 就算你不轻敌 也不会是我的对手 你输了 云青年看着万米外 从地上爬起来的周家天才道 云青年留守了 刚才的攻击 只是震飞他 但还不会伤到他 书那可不一定 周家天才冷哼一声 身影再一次攻向了云青年 这一次 周家天才身上 已经出现了杀气 出手的招式 已经变成了杀招 四周的真空 一下子便多出了速杀之气 恩 云青年眉宇一皱 他都手下留情了 对方还这么不知进退 尤其是 周家天才现在还出现了杀气 还真是找死 尼尼迪咕一声 微微摇了摇头 风雪宇没说什么 但看向周家天才的目光 却闪过了一道厌恶 他当然看得出来 云青年已经对周家天才手下留情了 对方不感激也就罢了 居然还在恼怒之下 对云青年动了杀机 给我死吧 周家天才临近云青年后 身躯于手中的攻击 突然被放大万倍以上 恐怖的杀招 遮天蔽日 弥漫出澎湃的杀气 轰猛龙 擂台之上 响起剧烈的爆破 像是两颗星辰相撞一般 恐怖的地震 也从擂台涌现 那个是阵法隔绝的擂台外面的观众 都清楚地感到了擂台上传来的震感 云青年的评语 被周家天才听入了耳中 所以这一击 唯有滑而不实的地方 他将所有的力量 汇聚到了杀招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 这一招才有这般恐怖的威能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云青年要凶多极少的时候 云青年悠悠的声音 突然响了起来 比起之前 这一招确实进步不少 可惜 对我来说 还是太弱了 云青年声音落下后 被台上响起了 一声清脆的喷的声响 周家天才的身影 从地面飞向高空 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 口中喷出了长长的大雪 在周家天才的小腹处 还有一道清晰可见的掌印 身影被撞飞到万余米的高空后 化作一道半圆的弧线坠落了下来 空的一声 重重地砸到了地面 这一次 周家天才连爬起的动作都没有 便当场昏迷了过去 这 这就结束了 看到周家天才昏迷 无数人都露出傻眼之色 这是算一招 还是两招 马上又有人问到 张义成第一次攻击 很明显是手下留情了 所以周家天才还有继续攻击的余力 不过第二次攻击 先人没有留有余地 所以周家天才当场昏迷了 论实力而言 张义成 还真有一招秒败周家天才的实力 人群惊呼一片 所有人都被云青年的实力吓到了 这也预示着 第三尊黑马出现了 妮妮 风雪雨 张义成 除了风雪雨 头顶广寒先玉第一人的弟子整个头衔外 妮妮跟张义成 都是从玉选赛杀出来的黑马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黑马 并列第一的站台上 马上就有一个红发青年 目光冷了下来 比兜而已 你竟然对周展翅下这么重的手 致使他重伤昏迷过去 我 云青年不由转头 看向了红发青年 周星云 依你的眼力应该看得出 第一次出手时 我就对他手下留情了 云青年说这话 前台词是 他第二次出手没有留情 是因为周展翅自己不懂进退 那又怎样 你刚才可没有留情 你能一招就让周展翅重伤昏迷 就说明你可以做到不伤他一根汗毛的情况下 剩了他 忘号点 但你 没有这么做 有着一头红发的周星云 不过目光带着冷意 说话的口吻 也带着几分质问 云青年文言 不仅没有恼怒 反而笑了出来 你不觉得你的逻辑很感人吗 第一次时 我对周展翅手下留情 但他不仅没有珍惜 反而对我动了杀机 这种情况下 我没杀他 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你居然还能厚着脸皮来跟我问罪 云青年这话 没眼识声音 得到了不少人的苟同 周星云却是冷笑一声 脸上弥漫着冷意 我说你不对 你若是乖乖认下 我也许还会对你网开一面 但你却不自量力道 敢当众搏我的面子 搏你面子 云青年摸了摸鼻子 第1428章直接镇压 我说你不对 你不仅没有认下 反而当众顶撞我 自然是在搏我面子 周星云脸上带着冷意 看向云青年的目光 好似给云青年判了死刑 没人能搏我面子 你是第一个 也会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云青年脸上 浮现了玩味之色 这么说 你是打算杀我了 杀 这个词不太恰当 周星云微微摇头 我只会像踩死蚂蚁一样 一脚将你踩死 至于现在 周星云微微顿了顿 才继续说道 就让你先苟活一会 等挑战全轮到我后 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 一脚把你踩死 你想让我狗活 我可没打算让你多活 云青年轻哼一声 身上弥漫出了淡淡的杀鸡 滚下来临死 本来云青年并不想理会周星云 更没想过挑战他 在云青年看来 周星云这样的小角色 留给妮妮跟风雪雨即可 不过妮人也有三分火气 周星云不仅在他面前巨傲 高高在上 现在更是扬言要杀他 如果这样还能忍 云青年就不会云青年了 你说什么 周星云愣了一愣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让你滚下来临死 云青年再次说到 身上除了冷意外 再无其他情绪 云青年刚战胜了周展翅 只要他愿意 还可以继续挑战 张义成疯了吗 居然主动挑战周星云 围观的人群 全部瞪大了眼睛 而且他说什么 让周星云下去临死 人群震惊一片 所有人都被云青年的行为吓到了 这就好像 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孩童 突然要挑战一个手持力气的壮汉一般 孩童怎么可能会是手持力气的壮汉的对手 周星云身上 顿时就涌现了恐怖的杀气 蝼蚁 你在找死 竟敢这般冒犯我 感觉到秦云跟欧阳静 看向他的目光闪过幸灾乐祸 周星云变得愈加恼怒 当着他们的面对一个蝼蚁挑衅 他今天可算是丢大人了 周星云深吸了一口气 强行将负面情绪压了下来 接着用充满巨傲的口吻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挑战我 现在就跪下 乖乖磕十个响头 我 可以既往不救 说出既往不救四字时 周星云仿佛经过了剧烈的挣扎 周星云心里是很想杀了云青年 奈何当着秦云跟欧阳静的面 他实在拉不下脸去跟一只蝼蚁计较 郭噪 我是让你滚下来临死 不是让你在站台上放嘴炮 云青年身上 泛着刺骨的冷意 最后说一遍 滚下来临死 周星云面色 变得愈加难看 只不过 他还是站在站台上面不肯上来 被一只蝼蚁挑衅 本身就够丢脸了 如果在兴师洞众下去才死蝼蚁 只会丢更大的脸面 周星云 下去吧 你放心 我跟欧阳静不会取笑你 秦云说得不错 被一只蝼蚁这般挑衅 不止你自己脸上无光 我们也会跟着丢人 秦云跟欧阳静 突然相继开口 他们两个 毕竟跟周星云并列第一 如果周星云丢人太大 他们难免也会受到影响 好 我这就去踩死这只蝼蚁 有人秦云跟欧阳静的话后 周星云的身影 第一时间飞到了擂台上面 蝼蚁 你是不是以为 我不会放下身段跟你计较 说实话 以你的身份 平常连让我正眼一瞧的资格都没有 但现在 我不得不承认 我被你激怒了 所以哪怕你是蝼蚁 我也会亲自出手 才死你 周星云目光 泛着盎然的杀鸡 看向云青年的目光 就如同看着一只即将要死在他手中的猎物 猛的 周星云出手了 破空的一拳 直接轰向云青年 真空第一时间被擦破 伴随着的 还有荧光色的拳芒 如果有识货之人 肯定能一眼认出 这荧光色的拳芒里面 玩家带着淡淡的天仙法则 这天仙法则虽少 却一下子将重拳的威能 一下子放大了数倍以上 气势上 就能给人压倒性的态势 真有金粮 喊人蝼蚁也就罢了 小小的天仙修为 你哪来的勇气 哪来的脸皮 敢开口闭口就称呼别人为蝼蚁 云青年冷笑的声音响起 你以为你很强 你以为你是天才 但在我眼前 你一文不值 不过是一尊自以为是的废物罢了 云青年话落 还真用行动证明 周星云只是一尊废物 众目睽睽之下 云青年探出一只手掌 凭空抓住了周星云 犯着荧光色全盲的重拳 咔嚓 云青年微微用尽 便捏碎了周星云出拳的左掌 弥漫着周星云周边的气势 睡膝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周星云撕心裂肺的惨叫 啊轰猛龙 猛的 云青年又用力一甩 将周星云整个人 砸落到了百米外的地面 云青年不给他喘息的时间 身影瞬移到了周星云面前 卡 又是一声脆响 云青年一脚踩在了周星云的脸上 不是叫嚷着要踩死我 怎么现在像一条死狗 反被我踩在脚下了 云青年的声音 充满了嘲讽 赤裸裸的嘲讽 大脸不打脸 骂人不揭短 云青年现在对周星云 是又打脸又揭短 周星云脸上的上恶骨 下恶骨 都出现了不同面积的碎裂 整张脸 更是扭曲成了一团 犯着可怕的煞气 张亦晨 你这个卑贱的蝼蚁 你彻底激怒我了 彻彻底激怒的激怒我了 我周星云当众力士 若不将你千刀万剐 事不为人 周星云充满阴沉的声音 通过随时传遍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 都这时候了还不忘放嘴炮 云青年微微摇头 眼中闪过了轻蔑之色 你难道不知道 你现在连行动能力都没有 你难道不知道 你现在连生死都掌握在我手中了 云青年化落 一脚压在了地面 周星云的上恶骨跟下恶骨瞬间粉碎 第1429章第一会是我 张 张亦晨竟然赢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他 他竟然正面击败了天仙境的周星云 此周人群呆滞一片 他们已经把张亦晨当作黑马了 却怎么也没想到 张亦晨会恐怖到 连周星云都能正面击败 居居天仙修为 就这般嚣张 不是要把我千刀万剐 你倒是来啊 云青年冷笑一声 身上弥漫出飞扬跋扈的气息 你应该庆幸 你连激怒我的资格都没有 否则你现在就是一具尸体了 云青年身上浮现飞扬跋扈的气息 不会让人觉得反感 甚至还有不少人 忍不住想要拍手叫好 云青年跟周展翅一战 谁都看得出来 云青年已经谦让过周展翅一次 是周展翅自己没有珍惜 而且还反过来对云青年动了杀机 这种情况下 还能奢望云青年再对周展翅手下留情 砰 云青年一脚将周星云踹飞了出去 周星云的上下恶骨都已经碎裂 整张脸看起来像崩塌了一般 换做普通人 上下恶骨同时碎裂 早就已经身死 但对天仙来说 这样的伤势还不足以致命 还要继续战吗 云青年看着死狗一般躺在地上的周星云 目光浮现几分俯瞰 胜负已分 这一战张艺辰获胜 还不等周星云答话 主持这场对决的裁判 便直接宣布了比赛结果 周星云是天旋学院总院的学员 其老师是天旋学院的最靠前的几个高层之一 身为裁判 他可不敢让周星云 在他主持的比赛中出现意外 云青年意味深长地看了裁判一眼 而后身影一跃 飞到了前一刻还属于周星云的站台上面 这个站台的左右两边 分别站着并列第一的秦云跟欧阳靖 他们两人又是敌意 又是凝重地看了云青年一眼 云青年挑战周展翅 周星云之前 所处的站台是500号 虽然云青年现在 连着挑战两场成功 排名已经暴涨到与秦云欧阳靖并列第一 但接下来挑战的人 还是按照500号之后 也就是说下面出场挑战的人是499号 至于周展翅 排名从第六名 一口气跌落到了500号 周星云运气稍好一些 云青年挑战他时 已经胜了周展翅 获得了周展翅的6号站台 也就是说 周星云的排名 仅仅从第一名 跌落到了第六名 499号挑战完毕后 便到了498号 如此重复下去 五天之后 已经轮到了6号站台的周星云 这五天下来 周星云已经差不多疗伤完毕 轮到他的时候 周星云第一时间飞到了擂台上面 目光带着冷意地扫过全场 10号 9号 8号 7号很快就被他掠过 一转眼 周星云的目光 已经落在了4号站台的风雪雨身上 绝雨 这一轮 我就不挑战你了 面对风雪雨时 周星云阴沉的目光 露出少见的温情 只可惜 风雪雨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周星云似乎早就习惯这样 也不恼怒 而是甘笑一声看向了5号站台的妮妮 我挑战5号妮妮 周星云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如果有细心之人 就会发现周星云眼中闪过了耻辱之色 若非云青年 他现在还在1号站台 根本不用像现在这样 像猴子一样被人围观 你不是我对手 妮妮悠悠的声音响起 不过他话虽如此 身影还是第一时间 飞到了擂台上面 你说什么 周星云面色 变得愈加难看 被云青年战胜 已经让他觉得十分丢人 现在连妮妮这尊小小的黑马 不敢对他这般说话 你成功激怒我了 哪怕你是女人 也给我去死吧 周星云阴冷地咆哮一声 携带着铺天盖地的天心气势 一把轰向了妮妮 我虽然无法像张公子那般 轻而易举就将你击败 妮妮身影不动 目光充满镇定地看着攻来的周星云 但比起张公子 我也只是多花上几招的时间罢了 轰 恐怖的浓烟 直接弥漫在了擂台上面 在场的人里面 除了云青年之外 其他人的神识 全部对擂台失去了感应 又是这一招 无数人眉宇一昼 每次妮妮出手的时候 都会用某种手段 屏蔽观战人群的神识 接着 妮妮就赢了 有些莫名其妙的赢了 很多人好奇 这一次面对周星云 妮妮还能在 莫名其妙的赢吗 当然 好奇归好奇 绝大多数的人 心里还是不认为妮妮能赢 周星云虽然败在云青年手中 但不代表周星云就弱了 她的实力明摆着 天仙三阶的修为 放在许多中小仙玉 都属于最顶尖的存在了 甚至就算在广寒仙玉 周星云也可以跟许多老一辈的强者相提并论了 妮妮虽然是黑马 但终究太年轻了 没人会觉得妮妮能跟周星云相提并论 那是天赋神通吗 风雪宇突然看向云青年 用神识传音道 道是有几分眼界 云青年微微有些意外 没想到风雪宇看出了 妮妮用来评定万人神识的手段 是一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天赋神通 预选赛的时候 你们曾战过一次 她的实力如何 风雪宇突然问道 问鼎前三 板上钉钉 云青年微微说道 前三没问题 风雪宇微微意外 而后又浮现玩味之色 另外两强会是谁 我是第一 这一点毋庸置疑 云青年少见地臭屁道 呵呵 那么我呢 风雪宇没在意云青年的臭屁 反而淡笑一声道 你 你比他们所有人都要强 云青年用手 只过全场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云青年唯独露过了妮妮 这么说 你认知里面的前三名 是我 你 以及妮妮了 风雪宇又说道 差不多 云青年微微点头 但是第一名 一定会是我 第1430章天干地之 浓烈的硝烟之中 妮妮身影化作幻影 在周星云身上接连轰了不下百招 一开始 周星云还能勉强反抗 可随着妮妮的攻击 变得越来越猛烈 周星云竟然架不住 节节败退 轰 妮妮纤细的御长 重重地轰在了周星云的右肩 周星云整个人 从硝烟之中飞了出来 轰隆隆一声 砸在了擂台的地面 天舞台四面八方的观众 顿时都瞪大了眼睛 全是不可置信地看着擂台上的一幕 周 周星云被轰出来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周星云竟然吐血了 妮妮这尊黑马 未免也太可怕了吧 擂台四周惊呼一片 谁也不敢相信 眼前这一幕 但又因为是亲眼所见 而且与现场上千万一起所见 以至于他们都不得不信 还要站吗 妮妮的身影 如顺鱼一般 从硝烟之中飞出 手中握着一柄心灵之力凝聚的利剑 横在了周星云的眉前 我输了 周星云面色苍白地说道 说完这句话后 周星云好似被抽空力气 整个人软在了地上 如果说 爱在云青年手中 只是让他对云青年产生了怨恨 那么现在 爱在妮妮手中 就是让周星云连怨恨的勇气都没有了 身为广寒先玉的第一天才 天旋之战 站定的第一人 周星云一生 从未尝试过失败 但现在 他却接连吃了两次败仗 而且 还不是败在与他一起并列第一的秦云 欧阳敬手中 而是连着败在了 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里 周星云挑战宁一 失败 两人排名不变 周星云减少一次挑战机会 天仙巅峰的裁判 回过神后便宣布了比赛结果 而后 他飞到了周星云面前 你是如何败在妮妮手里的 妮妮获胜的几场 都充满了诡异 诡异道 连败在他手里的人 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败的 就拿地仙巅峰的音势力来说 他连自己失败的那段记忆都丧失了 被他正面击败 周星云七笑一声道 神了 天仙巅峰的裁判文言 眼中闪过一道震惊 他心里 反而希望周星云 也丧失了那段被击败的记忆 如果是这样 就说明妮妮身上 必定有其他人不知道的秘密 但周星云现在却说 他是正面败在了妮妮手中 周星云是六号 他挑战的妮妮是五号 周星云挑战妮妮失败后 接下来轮到了妮妮挑战 所以妮妮没有回站台 目光直接落在了 云青年身旁的欧阳靖身上 我挑战一号站台的欧阳靖 妮妮缓缓说道 妮妮与周星云一战之前 欧阳靖还没把妮妮放入过眼中 可现在听到妮妮挑战她后 她瞳孔莫名一缩 她 秦云 周星云三人 会并列站定排名的第一 就说明他们三人都在伯仲之间 周星云不是妮妮的对手 理论上 她也不会是妮妮的对手 不行 天旋之战我绝不能输 我必须前往地女城 必须受到女帝的接见 欧阳靖心里嘀咕一声 身影第一时间飞到了天舞台上 一旁的秦云 则沉默地看着这一幕 连她都感觉到了 沉甸甸的压力 云青年 妮妮 这两尊黑马 已经威胁到他们了 随着比赛开始 欧阳靖的身影 第一时间后退 一个照面 就跟妮妮拉开距离 两人相隔至少十万米远 欧阳靖的身影 近乎到了擂台的边缘 妮妮 则始终站在天舞台的中心区域 众目睽睽之下 欧阳靖食指掐动 一个又一个的手印 被她打了出去 一直看着这一幕的云青年 眼中闪过一道冷意 刺骨的冷意 云青年看出了 欧阳靖打出的手印 是天干中的 甲乙 丁 雾 己 更 心 人 鬼 随着十天干 相继被欧阳靖打出 十二帝之 也出现在了欧阳靖的手印上面 分别是 子 丑 银 卯 臣 四 五 未 身 有 虚 害 天干地之 引火之术 这是火炎先帝的手段 只不过 欧阳靖施展出来的天干地之 未能连火炎先帝施展时的亿万分之亿都不到 空 空 空 随着十天干 十二帝之 全部被欧阳靖轰出 面积过百万米的天舞台 超过一半以上的区域 突然冒出了滔天大火 这火焰并非天火 但却炙热无比 仿佛连地仙天仙都能粉化 欧阳靖去过烈焰深渊 并且在那里 得到过火炎老砸碎的一部分传承 云青年低声说道 看向欧阳靖的目光 已经出现了杀鸡 可不得杀鸡 云青年跟火炎先帝 有着难以化解的死仇 无论是火炎先帝 还是火炎先帝的传人 云青年都非杀不可 这是天火吗 妮妮第一时间色变 被滔天火焰包围后 她感觉整个身心 都要被四周的火焰粉化 不对 这不是天火 妮妮似乎有特殊手段 可以辨别天火 该死的 虽不天火 却也是极其接近天火的火焰 而且这火焰的源头 不在这里 而是在无数意外里之外 妮妮猜到了欧阳静释放的火焰 源头并不在这里 而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地方远到就连天仙 穷尽一生都无法到达 那是什么火焰 我竟然觉得 连我都受到了威胁 风雪雨充满骇然的声音 在云青年的脑海响了起来 不只是让你受到威胁 这火焰足以杀你 云青年在传音中说到 什么风雪雨面色一变 天干地之 萤火之术 问你师父便知道了 云青年陈寅道 风雪雨文言 连忙在暗中 用传信玉时联系了姜若仙 片刻后 风雪雨的面色 变得苍白无比 我师父说 遇到会这种萤火之术的人 有多远都躲多远 风雪雨有些师神道 他还是第一次 看到他的师父师神 仅仅因为天干地之 萤火之术八个字师神 我会想起来